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吧 好吧 首先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讲座 我们今天聊一下2018年在校生和和音介生 应该怎么样去找技术类的实习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先简单的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 我是Leofer的闫老师 然后我在Leofer也是经过了有大概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里面 我跟着孙老师刘老师 包括赵老师一起 也是帮助过很多在北美 有上千位同学 也是顺利的拿到了大公司的实习 然后包括付他们的这个offer 那么我自己本身的话 之前是在谷歌工作 然后本身我也参与过很多的 跟这个校园招聘相关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对于简历的筛选呀 对于Kennedy的选拔呀 然后包括参与过很多在校的这些校园上的进行的面试 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来讲的话 是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吧 然后因为找实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对于找工作来讲 对于在校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topic 所以说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么多年来吧 四年以来的这种 不管是在教学方面 还有帮助同学方面 包括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经验 然后一些重要的点能够带给大家 帮助大家能够在将来的工作 然后包括在学习当中吧 能够更好的准备自己 充分的让自己准备好 迎接后面的挑战 比如说在2019年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找到实习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topic要讲的是 2018年在校生应该怎么去如何找实习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实验点来讲的话 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提前一些 2019年怎么去更好的找实习 可能更好一些 我们可能是针对2018年的找实习的情况 可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今天这个topic实际上是有一个引子的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知乎上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是有关我们今年找实习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是我们UCSD的同学的一个问题 对 整体的意思就是说 2018年找实习好像变难了 形势非常非常的困难 说UCSD这个档次的学校 这个已经不能够达到 他们来筛选简历的标准了 那如果要招实习的话 只会看排名更靠前的一些学校 然后包括即使是 有在这个很好的大学的同学 拿到了面试之后 那第一轮技术免断没有被通过 第二轮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比较popular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平时的教学 然后包括工作当中 有很多很多同学都比较关注 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这个刚好也是一个引子 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 给大家带来今天这个讲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 是吧 后面我们整个的讲座 会配成这么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就是 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年的找设计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困难 对吧 这个形式严峻到什么程度 到底对你来说有多么大的影响 那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讲座内容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自己总结的一部分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实际上是我们Lelfer的同学部分的数据 2018年春季到现在为止部分的数据 我们拿到了18个这个实习的Lelfer 那这个其实可以从部分上来讲 回答我们上面的这个有关找实习工作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18位首先都是我们这种大公司的 Google Facebook LinkedIn都有 包括Uber亚马逊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这18位同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不是所有的同学 都是来自于比如说 前六名的排名 专项排名的这些同学 对吧 我们这18高手里面经过统计 实际上排名20名的学校之后 至少有八位同学 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有至少五位转专页的同学 看到了吗 所以用数据说话 或者是用事实说话 可能是更好的方法 对 那这个其实也能够说明啊 就是前面这个问题啊 问问题的同学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来 这个能够从根本上了解 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么一个形式吧 所以我们先从回答 这个2018年找实习是不是真的难 这个问题开始 那么这个问题本身 其实是有一定的误区的 首先第一点啊 我们来研究一下整个的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就是拿一个公司作为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样本来说 其实并不严谨 是吧 我们说一个公司的情况 不能够代表所有的情况 今年可能有一些公司 他确实名额比较少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公司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有顺风顺水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 那这个其实直接反映出来的话 对于headcount的影响 肯定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是整个行业 从整个行业来讲的话 做software engineering 技术方面 CS方向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技术的热点 从整体上来讲 各大公司其实都是在一个 持续招人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所以如果你只拿一个公司 来作为整体样本的话 这个其实不太合适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今年的实习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谷歌这个公司 一直到大概三四月份 可能一直都会有实习的名额 但是如果说你说另外的公司 比如说Facebook这个公司 他可能在一二月份 他的名额就差不多了 对 但是后面这个中享公司 这种英称的这种名额 其实因为我们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 这种小的公司 也是跟雨后春孙一样 层出不穷 它对这个方面的需求 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基本上整个 从去年的秋天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春天 其实陆续的都会有公司 有这个实习的名额放出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往后看这个问题 比如说入围技术面 只有排名全六的学校 其实从我们得到的信息 来看通过我们刚才 这个来offer同学拿到offer的这个数据来看 其实并不是这样 是吧 这个也是 你要整体上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 这个你拿到面试 首先第一点 就不是针对一个公司 我们要看是有很多公司 都有这个机会 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要真正拿到这个实习 最终你拿到这个offer 不仅仅是说 你的简历过了 你就能够拿到这个offer 对吧 包括这个问题后来又说了说 莫塞大的学生在技术面第一轮 直接推套的 连第二轮的机会都不好 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更清楚的意识到的一点 就是我的面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怎么样才能去过这个面试 那这个公司对于你面试的看法来讲 它的expectation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能够把成功成功与否 直接跟你的简历挂钩 也不能够直接跟你的学校排名挂钩 真正能够 真正能够决定你能不能够拿到实习offer 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的简历上的内容 是不是对于相对于其他的看法来说 更加的创立一些 你对于现在比较流行的技术的一些了解 你之前是不是做过一些确实比较好的project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你真正到了 进入到面试流程过程中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面试官对于你的expectation 你的简历就没有那么重要 主要是看你在面试里面 是不是能够把你 把你所有的基本的engineering的能力 你的coding的能力 你的基本的交流的能力 全都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 你要让对方相信 你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candidate 你到了我们的公司之后 你能够非常好的完成 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对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并不说你的学校排名高 你就能够拿到off 这个还是要看你面试中的 这个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只有当几个看了点 或者是候选人 他们的整个的发挥的水平 都差不多的时候 可能你的学校的排名高地 会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factor来决定 我最终会不会给你这个最终的好 所以不管是这个面试 或者是简历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考评 除了你的学校之外 你的实习的经历 你的之前做过的项目 在你的面试中表现出来的硬实力 软实力到底发挥到什么程度 你是不是能够让对方认为 你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他能够跟你一块很好的工作 这些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 然后我们再根据今年 我们从各个公司 然后包括我们同学那边 获得的一些消息 我们来讨论一下 2018年的实习的招聘的情况 它的实况到底是怎么样 首先第一点 上面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点说的是对的 就是今年的形势来看 确实比往年要更加严峻一些 然后这个趋势大概是从去年 然后包括一两年前 就开始了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复探 或者是找这个英天 这形势确实比往年更加严峻一些 拿到面试的机会难度确实上升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讲一点 就是为什么拿到面试机会的难度上升了 对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 这个供求的关系 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东西 你做一件事情 包括找工作也好 你拿到面试机会难度 其实跟供求关系是有最直接关系的 我们刚才说说因为这个技术的蓬勃发展 我们现在其实在CS 然后包括Soft Engineer这个行业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机会出来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一点是 就是享用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而且是大家都是有这个非常高质量的背景 然后包括高质量的自己的这个学术背景的一些同学 希望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 对吧 你比如说从我们现在的统计来看 这个想从其他的一些专业 你比如说跟CS相关的一些专业 比如说WE啊 CE啊 或者是State啊 数学啊等等 这个想从这几个专业过来 转专业到CS方向呢 那个同学越来越多 包括这个现在我们比较火的一个方向 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方向 那如果是人工智能的方向的话 这个其实对于其他的不同的专业 其实他会更加的友好一些 比如说你之前学数学 或者学统计的同学 其实你本身就有一定的优势 对 所以这个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candidate人数 确实是比以前更多了 而且这个可能是成几倍的这么一个增长 我们确实工作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整个candidate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需要去真正竞争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形式确实比之前的 这个更严重一些 然后这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这个公司如果说 他手里面有很多的挑选的余地的话 那么他的要求就会相对应来升高 对吧 那么从最近一年来看的话 这个公司对于找intern的这个bar 或者是要求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越来越高的趋势 很多很多的公司 这个不仅仅是少数 很多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的公司 那他们对candidate的要求 甚至都是 虽然你现在是在校的学生 或者你是new guy 甚至你没有毕业的学生 但是我仍然要求你到了我这边来工作 马上就能够上手干活 这个在之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比较少见 对 所以他在面试里面对你整体上的能力 整体的素质的考察也会越来越来越严格 考察的知识点和方面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整体上其实是一个更加变难的这个一个趋势 对 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变难了之后 我们就确实就是说没有办法去 这个比如说拿到一个面试机会呢 其实也未必 对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自己本身准备的情况 从我们这边得到的数据来看 就是比如说像USA或者是UCSD这样的同学 往年的情况下 每个同学在找名称的时候 基本上你能够拿到四到五个面试的机会 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对 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确实是略有下降了 但是一个面试都没有的同学 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非常非常少见 如果是一个面试都没有的同学 他一定是之前可能确实在这个准备的方面 被其他东西已经落下不少了 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你之前确实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拿到两到三个或者三到四个面试机会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准备的数据 所以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确实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一些 那在这种形 在这种形式下 如果说你想要拿到这个比较满意的 这个internet offer的话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那我们就更应该提前更好的来做好这个准备 对自己的这个将来的发展的方向 就应该用更早的时间 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这样子你才能真正提前 或者是比别人更好的来准备好自己 对吧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 这个准备的比较充分的 准备的比较好了 然后你可以去比如说可以去投简历 可以去尝试找这个internet的机会 并且拿到机会之后 你能够拿到这个offer 这个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吧 怎么样叫做做好必要的准备 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这个如果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一共有两个要点 大家要牢牢的把握住 这个也是我们在 不要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吧 一直想非常清晰的传达给大家的这么几个信号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么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 首先我们从能力上来讲 一定应该是能够达到这些大中心的公司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去的公司 对一个intern 或者是entry level engineer的这么一个能力上的要求 这是第一点 因为这个能够保证的是 你拿到了机会之后 你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面试 然后真正的拿到这个offer 如果说你在面试过程当中 没有体现出来足够的能力 或者没有达到对方给你的exploitation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拿到了机会 你可能也把握不住 是吧 我们说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说在这个之前 在你真正去问问题说 为什么我拿不到实习的这个offer之前 首先第一个要问自己的是 我是不是能力上确实已经达到这个要求了 那怎么样算是能力上达到一个要求了 那后面我们会这个更加细节的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能力上要达到这个要求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拿到机会 如果说你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时候 给我一个机会 我就能抓住了这个时候 那如果说我手里面又量到三个机会 你可能就应该能够拿 你就应该能够至少把握住其中两个机会了 那怎么样能够这个更好的拿到机会 这个可能是很多很多同学啊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忽视的一点 但这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讲座呢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你能够更好的 拿到面试机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点也不是两点 而是有好几点 你需要从一个早的时间点 就开始准备好这件事情 里面你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点简历 因为我们要找工作 我们总要投简历 看到合适的职位 然后我们把简历递给我们想去的公司 那你的简历的情况 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讲 决定了这个公司 想不想给你这个面试机会 所以这个当然是重中之重 是吧 最重要的一点 这是第一点 但是不是说你的简历好了 你就可以了 也不是说你的简历上写的 你的学校好了 你就可以了 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我们后面会讨论一下 到底怎么样 从这一个比较好的简历 你应该怎么样提前好自己的简历 是吧 提前准备好简历 不代表着说 你在你要真正去找intern之前的两个周 你把自己的简历改一下 就完了 并不是这样 你的简历代表的是 你整个的时候在学术 然后包括在研究 都包括在工程上面的经历 在我们真正审简历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审过大概有上千份简历 我们在审简历的过程当中 我主要要看的简历的东西是什么 除了格式之外 我们可能还会关注于你的简历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是第一点 这是我们的简历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找工作这个越来越难了 如果是越来越难的话 那这个有两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好更早的获取信息 更多的获取信息 如果这个公司的职位刚刚放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了 他们可能只会招两个人 但是你第一天就知道 你第一天就把简历定上去 如果说你十天之后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年的上年 其实Linking他们是在非常短的几天之内 是开放了一个entry level的职位 但这个职位在两天之内就被close掉 如果说你过了这两天的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 所以怎么样去更好的获取信息 拿到第一手的信息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哪些公司到底在招人 以最快的速度能够进入到他们的candemic pool里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网头其实还是一种效率比较差的方式 我们应该尽量多的利用自己的一些connection 尽量利用一下自己的内推的资源 但是内推的资源不是说 你要投简历的前一天 你突然想想我要投简历了 我想要去投谷歌 我想想我在谷歌有认识谁 我的哥哥姐姐 还是我的叔叔阿姨是在谷歌 我让他帮我投一下 对吧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个内推之前 其实都需要先把这个connection 这个人脉先建立起来 这个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 你两三天之内就能够真正完成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想做好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更早地提前准备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拿到面试 你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首先这个简历 在说这个简历的要求之前 我们可以先大概的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拿到LinkedIn和Facebook实习offer的一个SJSU的同学 SJSU并不是前20名的这个学校 是吧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简历 这个简历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首先它的学校并不是top tier的这种学校 但是并不代表说不是top tier的学校 你就拿不到面试机会 真正这个我在审简历的时候 我真正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在看你简历的时候 当然我会关注你的学校 包括你的这个GPU 如果你有的话 因为这个代表的是你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或者学习你到底学的怎么样 对吧 那当然是你的学习越好 我就愿意越愿意召你来 那本身审简历的过程 就是优中择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是优中择优的话 我真正一份好的简历 到底我关注的是哪些点 一个简历应该具备的是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除了你的格式要证券之外 我们知道简历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真正把你的这个 跟对方的公司要求相关的能力完全体现出来 是这样的这么一份文书 所以说它不仅仅有格式上的要求 也不仅仅有语法上的要求 它在内容上的要求其实是更多的 我们的一个好的简历的内容 应该具备真实性 必须是你自己做的东西 是吧 第二点 必须具备的是 你必须要有现在比较流行的技术 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技术是什么的话 希望大家现在或者是讲座之后 是吧 马上把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Google页面打开 你搜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常见的 比如说intern或者是fulltime 这个招人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它都写得很清楚 我到底需要你会用哪些技能吗 出现频率高的 现在比较流行 那这个就是现在比较火的技术 那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有这个技术 对吧 那如果说你作为招人方的话 你在看这个开内的简历的时候 你会关注于什么东西 我肯定会关注说 这个东西它有没有这些技术啊 它对这个技术到底掌握的程度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 你来了之后 你能够帮助我来做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够达到 我对你工作的什么一个要求 工作能力的要求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第二点 这个要有热点技术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工业界 所以这个是你的knowledge的这个深度和广度 其实同等重要 并不是说你在一个方向上 你就依托往下扎伸就可以了 因为你其实可能需要去explore各个不同的方向 对吧 而且现在其实各大公司啊 其实都是需要复合型人才的 我们在build一个真正比较好的product的时候 如果你有多方面的知识 你既会front的又会backend 然后你还会抹什么 你还会这个data size等等 只有这些所有的技术都相结合 你才能真正build出来一个非常完善的 非常好的什么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广度上面去尽量的这个增加一些 你在简历里面最好包含当前这个工业界 硅谷的 比较流行领域的 必须有这么几个大的project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位同学里面 这些是吧 都是比较流行的技术的 Fullsack也好 那么Mobile的也好 这些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向 就是招人最多的方向 甚至包括现在比较火的 你比如说你如果做过data science 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 对吧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无人车 对吧 这几个比较火的方向的project 这个对于你的简历整体上的这个背景 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加分的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这些比较好的这些project 这些比较好的经历 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我们说了第一点就是真实性 你确实是要花时间去做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 我写了这么多份简历 我发现了一个统一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学生 在这个方面确实 还是会稍微的欠缺一些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同学而已 我看到很多其他比如说本土的同学也好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的同学 甚至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学也好 是吧 在他们的简历上面 都有大量的这种 用现在比较流行技术做的project 这个其实就能够很好的填充你自己的这个背景 你让这个面试官看起来的话 就一看就是 这个人之前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而且确实是跟我的工作相关的 你确实是给人一种 你确实是在非常非常非常积极的 想要知道业界流行的一些东西 而且你在不断的武装自己 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对吧 那在这个方面 其实中国的学生往往做的会稍微差一些 因为我们从中国来到了美国 是吧 可能这个思维的转变上面 之前还在想 我只要跟着老师的课程 把这些东西上课 这些东西都给学好 就可以了 其实远远不就是这么回事 你如果真的有机会 你去看一下 比如说你的学校里面的其他的这个同学 其他国家的同学是吧 你可以拿他的简历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你要去问他要 和他再要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简历是怎么写的 你还可以跟他们去聊一聊 你平时都在做一些什么东西 对 你除了上课之外 你自己有没有在自己做一些project 甚至有的同学可能从本科开始就自己开始做自己的project 甚至开自己的公司了 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早的开始来理解我将来到底想要去做什么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能够指引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 好的project都是需要有时间的积累的 因为你总是要学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好的这些技术 这些内容 所以早早的开始自己的准备 实际上是早早的开始充实自己的精力 你要真的开始去把自己的这些平时的这些project都做好 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这么几点建议 首先第一点就是确实你不能只满足于学校里面做的这些课程 如果学校里面有比较好的 比如说做research assistant 或者做TA的这种机会 或者甚至是你学校里面lab有一些这种part time的工作 是吧 我都会非常建议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在大公司审简历的时候都是加分项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表示了你在这个领域或者你在这个方向 确实之前有过一定的成果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学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hackerson 或者是编程并选的竞赛的这种活动 对吧 这种活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组团 组团大家一块来参加感受一下 这个写在你的简历上也是非常加分的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side project 是吧 绝对不能够仅仅怎么说满足于你上课教过的东西 一定要自己平时多了解一下现在业界比较流行的一些技术 然后看一下自己想一想我自己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 是吧 然后多做一些project简历的简历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分性 对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包括我自己审简历是吧 我看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跟我的同事其实也都会一起来讨论 因为我们在看简历的时候 其实不光是中国的开内容的简历 其他的国家的开内容的简历 我们都会去看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不甘心 就是一点就是说如果我真实的拿出来一个中国同学的简历 然后我再拿出来一个比如说这边在这边上学的 这边本土的这个学生的简历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差距确实是比较大 对 他们都能够比较好的抓住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技术 然后在这个方面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想办法来不断的充实就行了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之外 那就是说这个从语法上面从格式上面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做到 它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美观的 然后呢这个简历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是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把你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 能够尽快的表现出来是吧 所以这个格式不需要太这个花哨 但是你能够清楚的表达出来要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关键的技术关键字 你要用黑体把它凸出出来是吧 technical skills这个一定要写好 然后每一个project的经历 都要用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 boot的这种形式 然后把它给表现出来 所以一份好的简历 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要找一个 比如说native speaker 或者找你的学校的career center 来帮助你润色一下你的词早 或者表现形式就可以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吧 因为看你简历的都是技术类的recruiter 包括我们真正的这个haring manager 包括我们真正的这些engine 它一定是一个技术类导向的简历 你要明白这个haring manager 在看你简历的时候 他想关注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吧 他就想知道说OK 那我需要的技能到底有没有 你用这个技能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 确实比较有value比较impact 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技术确实是有追求 确实是有这个delegation 那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在你简历里面看到的内容 那么怎么样更好的准备这个简历 那我们刚才说了 不是说仅仅是准备简历 而是真正的来准备你自己的背景 所以这个是跟简历相关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怎么样更好的获取你的信息 然后包括人脉 包括内推这件事情 当你的简历准备好了之后 你需要把这个简历真正的给投出去 投到公司recruiter手里面 或者到Hairmanger手里面 你才可能拿到这个面试机会 对吧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一点 你需要获得足够多的信息 要提前了解行业还有招聘的趋势 这个怎么样来做呢 首先第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好好认真的做 找工作这件事情 那你平时其实就应该去关注各大公司的网站 尤其是你感兴趣的公司 对吧 你要看出来这个公司最近有什么疑问 这公司有没有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开口出来 这个公司最近有什么新闻 有什么趋势 包括你学校里面 一般情况下你的学校里面都会有 跟career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 career center 或者career service或者是main list等等等等这些 是吧 这些东西你能加上的尽量把它给加上 所以你可以获得这个业界更多的信息 然后平时呢 自己也需要自己多关注一些这个技术类的博客 各个公司的这个engineering blog也好 是吧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现在新媒体非常流行的情况下 有很多的网上的这个论坛 blog 然后包括跟求知相关的微信群 包括我们这个lifer的整个这个提供的平台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最新 然后最流行最有用的这些资讯 能够传递给大家 是吧 那如果说有这么些小伙伴跟着你一块 那么大家有什么信息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的话 那你会获取更多更多有用的信息 你会更加的了解 而今年的行情是什么样子 现在哪个公司在招人 是吧 我应该怎么样尽快的这个提前准备 还是我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等等 那这个是你怎么样更好的扩取信息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要真正提前开始准备搭建自己的人脉 丰富自己的connection 这样子的话 你真正最后 你需要nate的时候 别人才真正肯帮助你 就找别人帮助 这个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事情 对 在你有足够多的这个信息的情况下 那我们说这个找工作 海头肯定是最 这个effort的最多 但是收下最小的一种方法 你能够直接聘到 直接负责招人的recruiter harry manager 或者是找到比较靠谱的这个朋友 或者师兄师姐 帮你去进行内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能够帮助你拿到面试机会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在我们所有的公司里面 这个招人的pool 其实海头过来的简历 跟这个比如说recruiter 他们自己收集的简历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内部的员工 内推进行的简历 他们是在不同的pool里 他们的priority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搭建起来自己的人脉 到时候有人需要内推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找到人 或者找到recruiter 那这个就是你平时这个学校里面 其实各大公司都会来做一些宣讲 或者是这个分享会之类的 你有没有参加是吧 你在参加的时候 其实你肯定会认识自己 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的一些校友也好 或者是这个工作 这个公司直接负责招人的一些recruiter也好 这个其实你都需要主动的去跟他们去联系 主动的去聘他们 然后主动的向他们来表现一下你自己的兴趣 让他们更加的了解你 只有让他们更加了解你 你才能拿到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是吧 当大家手里面有不同的开店的时候 我肯定会倾向于把我的这个机会 给一个我熟悉的 我认可的这么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我第一次见面的人 所以说这个connection 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准备 对 然后再就是你参加了这些 比如说create fair也好 或者是分享会 或者是公司的宣讲 校友会也好 你在做完了之后有没有方法 是不是说OK 我参加了就会跟requate 接上头了 聊两句 然后就拜拜了 是吧 你要跟别人保持一个相当的说 比较好的长期的关系 那事后其实你都需要去跟他们 这个怎么说呢 你要跟他们去发简历 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你 然后你要跟他们去发感谢信 见面了之后很高兴认识 是吧 有可能一封简简单单的感谢信 就能够真正把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给建立起来 然后包括你去connect到linked 加入他linked 你加入他linked 你加入他linked之后 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他刚好是一个忍会者 他们公司刚好在招人 他很有可能在linked的feed里面去post这个信息 那你就能够第一时间的掌握到这个信息 你就第一时间可以去跟他去联系 是吧 OK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同学 其实你最有用的这个资源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的学姐学长 然后包括你身边跟你一块分走的这个朋友 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信息一定要共享 然后多多的向你的学长学姐们 不管是你在美国的学校 还是在中国的学校 他们如果在这边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已经进入到业界了是吧 你平时其实都应该跟他们保持联系 多多的向他们去取经请教 获取更多的信息保持良好的关系 那到时候你真正开始找实习的时候 他们他们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 OK 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上面这几点的话 你真正在开始找实习的时候 比如说你如果有10到20个人 愿意帮你去推荐 你有10到20个可能是 愿意帮助你去把简历低到公司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拿到面试的机会的这种 拿到面试的这种机会 其实会大大的增加了 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个简历 还有你的信息人脉和内推 这个是帮助你怎么样 能够更好的拿到面试的机会 那下面我们来讲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怎么样就算你拿到面试机会了 你怎么样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对吧 你怎么样就能够说 我的能力确实已经达到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就能够抓住的这么一个阶段 如果大家听过之前这个 比如说孙老师进行了讲的话 应该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 就是对于面试的理解 对于这个实力的理解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那首先第一点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或者我们应该比较清楚的是 就是招人的公司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样 那这个就是他对你的 expectation 这个也就是你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么一个目标 你才能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是吧 那整个实力的要求来讲 大公司对于一个inter-level的 你去捏的要求 其实基本上就属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硬实力 一个是软实力 是吧 所谓的硬实力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 有可能有很多同学可能在这地方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和误解 就认为说啊 这不是有写code吗 是写code 但是这个写code 其实只是其中的其中的一步哈 这个实力其实包括了非常多的方面 我希望能够真正看到的是一个 你确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cs 或者soffer engineering的这么一个知识体系 然后你确实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且是通过比较efficient写code的方式 能够把一些实际问题给解决了 你能够跟我一起来进行非常好的工作上的沟通 工作上的关系 然后我们一块能够把一些比较challenge的东西 或者一些比较challenge的东西给做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表示出来你的硬实力 所以硬实力它不仅仅是写code 也不仅仅是刷齐哈 因为这个也是之前看到很多同学的有一个误解 因为我其实本身在平时的工作 包括教学过程当中 可能最多的问到我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 这个面试我参加了 这code我做出来了 这是题目我做出来 为什么没人没给我过 对吧 这个说明你对于这个真正的实力的要求到底在哪 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 确实非常清楚的认识 怎么样比较简单的评判自己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比如说对重的要求 你可以这么想 面试本身它一定是个忧中择忧的过程 是吧 那你可以想想 你现在在你整个比如说UCSC的这个学校里面 在学CS的同学里面 你现在的水平 你认为自己是大概到top多少percent 10percent 20percent 50percent 还是多少percent 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对自己有一个general的这么一个认识了 是吧 那如果说你是在10percent的话 那么我觉得OK 那基本上你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 你应该是能够这个拿到一个offer 如果是20percent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OK 但如果是如果是50percent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需要问一下自己了 对吧 我为什么会给一个50percent的人发offer 而不给一个10percent的人发offer 那从现在这个整个的cadded pool和我们最终这个 这个发offer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这些数据 你比如说我去用谷歌来做例子 对吧 100个人里面我们可能只会发0.5到1高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你到底应该有多少个percent的上面 OK 所以说这个提升实力到底是提升什么实力 其实你应该提升的是你整体的engineering的素质 然后包括你的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框架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旗舰课程里面主要想传授给大家的东西 是吧 主要包括哪几点 基本的这个数据结构 8种到9种基本的数据结构 能够灵活的掌握 能够灵活的应用 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包括一些基本的这个4到5种类型不同的这个算法 这个也是为了帮助你解决实际问题 是吧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确实能够通过比较efficient的coding 比较好的coding的能力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都给implement出来 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才可以 因为我们internet本身是要解决问题的 所以这个并不完全就是说 我做出来这个code就完了 我对于coding的大公司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的 对吧 你的code首先你写的是不是对的 如果你不 如果你写的都不是对的 那这个问题你没解决 对吧 是不是bug free 你在现在的这个各大公司的bar其实都相当来说比较高 因为candidate的数量很多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你就是要去念Facebook 是吧 那Facebook对于coding的bar其实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你在45分钟之内 你没有能力能够做出了两道中能左右难度的题目 能够bug free一遍非常流畅的说清楚 把代码给实现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本身就是插地你的expectation 是吧 你要明白这个expectation 首先你的写对 你得bug free 而且你能够流畅的写出来 是吧 另外对你code的质量也是有要求的 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到所有可能的情况 对于counter case处理 其实各大公司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因为你平时在工作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 都有可能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损失 然后你写完了代码之后 有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想办法把自己代码的结构更加优化一下 有没有冗余的代码 你的每一个API 每一个message的定义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能够让别人比较清楚的来看点 你用的counter style 是不是确实follow了一个industry的这么一个standard 你在写完了代码之后 有没有主动的walkthrough几个test 等等 这些其实全都是实力的提醒 如果你平时确实没有经过练习的话 那其实你在面试里面可能很难真的达到这种大公司 对于你的什么要求 那这个是这个code本身 其实它背后包含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就是我们还要明白一点 就是我在面试中要考察你的实力 做题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我是用这种形式来真正考察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你在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吧 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模拟你在工作中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希望能够作为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本身也做了很长时间的面试官 我也面了这个可能有好几百位同学 对 那其实我们就要想想 就面试官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他希望在这个面试里面 能够发现你的什么信息 你要给面试官传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归根结底来讲的话 面试官在面试里面 我想考察你的能力 其实就是OK 我想看一下 如果我们俩一块来工作的话 是吧 你的整体的这个engineering能力 problem solving能力 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把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解决 我在面试中其实也就是模拟这么一个场景而已 那如果你是在真正工作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沟通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在做起的过程当中 沟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个也是你实力体系的一部分 你有没有跟面试官主要的沟通来明确这个 你要处理的问题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是吧 然后包括你有没有能够想到说 OK如果是环境不一样 或者是这个条件不一样 那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方法 那这种不同的方法里面 它有没有可能有时间空间上面的水道 是吧 有没有主动来跟我分析这个问题 你在中间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卡住 这个没有关系 那我给你足够多的这个hing 或者是足够多的信息 能不能够抓住 能不能callow我的思路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最终你能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 你对于某些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理解 你能够真正把它印到实际的问题当中 真正在我们平时工作中的代码中能够真正印上 是吧 那这个是我希望能够考察得到的这么一部分内容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实力的要求 那这是一部分 这个是硬实力的要求 那硬实力的要求 除了这个基本的算法数据结构外 然后包括coding之外 那现在来看有很多很多这个 有很多很多公司 或者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吧 也会比较关注你在工程上面的能力 比如说你的真正的这个design能力 oDesign能力 或者是system design能力 包括对于一些特定技术 或者是特定语言的熟悉的程度 对吧 因为这个你只有说你对这些东西有了解 有理解 有一定的运用能力 你来了我这边工作之后 你能够尽快速度上升 那大家知道你在工作中 你要处理的code base 可能是你平时在练习的时候 好几倍 好几十倍 好几十 好几百倍 甚至好几万倍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这个design的这部分内容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知识体系框架里面 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对于硬实力的要求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大家非常容易忽视的一点 就是软实力 刚才也是稍微提到了一点 在写code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沟通能力 那么in general 软实力也是沟通能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之前 在这个大公司做面试观的时候 我看到的一个我一直都觉得非常可惜的 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看来就这样 我们会听到很多抱怨说 这个题目我都做出来 为什么他不让我做 为什么不让我过 你看那边那个什么 我的白人的同学 他平时也根本就没做过题目 他怎么面试就能过了 大部分我喜欢丢分 其实是在哪部分丢分呢 是软实力丢分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最近也看过一个 看过一个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然后也是一个 应该说在谷歌 就比较多工作坚的这么一个人想 在谷歌生存 你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最重要的top10能力到底是什么 是吧 这个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top10里面 其实你看看最前的几点的话 实际上都是软实力 OK 那什么叫做软实力 什么叫做沟通能力 这个软实力呢 或者是沟通的能力 不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英文说的6就完了 不是说你到底这个英文说的有多6 你的口音有多标准 你说的有多快 并不是这样 我真正想考察的是 表现出来的是你的这个专业的程度 你自己本身的对于技术的这种态度 你自己的自信的程度 以及你是不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 愿意跟别人一块来合作 解决困难问题的这么一个人 你是不是在我的团队里面 确实能够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你能够take自己的ownership 是吧 你能够take自己的responsibility 你在工作当中 是不是能够跟你的这些队友 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 非常进行非常这个 非常容易的沟通 你们能不能够一起来协作 真正把这些比较困难的实际问题 都给解决了 在一定的这个behavior的situation下面 你能不能够正常的撼到工作 给你带来的压力 在整个的面试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体现出了对这个公司 对技术 对你现在做的事情 以及对你的面试官 和对你的这个一起工作的人 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尊重 还有足够多的理解 这些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软实力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要平时去培养的 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个因素也是直接影响到你的面试官 或者是你的hunter manager 是不是真正想跟你一块工作 你就直接影响到 我最终给你面试的打的分数 也直接影响到我认为 我理解的 你能够体现出来的事 所以这点其实大家平时在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去练习的 是吧 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路上 可能需要稍微转化一点 就是我们得先明白 这个招人公司对面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你想想看 假如说你在一个老板的位置上 你到底想招什么员工 如果你能够想清楚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更加清楚 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一部分 那么假如说整体上你的硬实力软实力 都训练的非常不错了 你的经历也非常非常不错 学校也很不错 你的简历也非常出色 然后也能够找到10到20个人 帮你内推的话 那你觉得找实习是不是还仍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那从我们之前的经验 然后包括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来讲的话 其实真正说实话 找工作这个事情 你更应该看到现在的趋势 这个是好的 但是你更应该注重的是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的培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行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找实习工作 能力你到底需要有哪些能力 然后我们讲座的最后 我后面还会回答一下大家几个比较经典的问题 然后后面我也会留下一段时间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我线上交流的话 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下 是吧 在进入这个Q&A session之前呢 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吧 就是如果想要真正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实习的工作 那么我们应该真正从自己的态度上 从这个目标上来真正重视这个问题 你把它放到你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今年的OKR里面 或者是你的拆策list里面 对吧 然后想一想我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到底应该去做哪些事情 对 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这个态度决定一切 只要你有足够多的motivation 掌握正确的方法 你能够坚持下来不断的充实和练习自己 那机会永远都是留给留准备的人 对吧 那平时也是有很多很多同学经常我们听到 哎呀这个时间来不及了 我现在已经二月份三月份了 我还完全没有开始 这个怎么办呀 对吧 那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 Never too late Start as early as possible 对 这个永远都不晚 但是你肯定要尽早开始 那再告诉大家一个时间点 那2019年的这个实习招聘 基本上应该是从2018年的下半年 9月份10月份就开始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要在今年下半年9月份 10月份之前 你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的这个checklist 是吧 你从准备面试开始你的简历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应该是快到5月初了 到9月份还有大概4个月的时间 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打算怎么样更好的充实自己的背景 怎么样建立起来更好的connection 怎么样从能力上 软实率上 硬实率上 怎么样更好的充实自己 这样子你到了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能真正能够比较自信的 能够去迎接我们下一步的挑战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座前面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吧 如果是对于这个求职啊 包括找intern甚至是这个找负团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都非常欢迎大家来这个咨询 咨询我们哈 这个南达的这个联系方式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讲义 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吧 然后最后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大家有可能有的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会参加那个craft fair 然后有很多东西问说 跟craft fair的人聊什么 怎么去聊 OK 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craft fair的聊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跟人的沟通的话 你必须要建立在一个非常平等 还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想一下这个问题 对 craft fair的人 你想跟他聊什么 那么他想跟你聊什么 他跟你聊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东西 是吧 如果能够回答出来这几个问题的话 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聊了 那么实际上 不管是recruiter也好 或者是一只女人也好 他跟你聊的话 基本上比较关注的就是 你是不是对于他们工作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candidate 对吧 那么他希望知道的是 你对公司到底有多感兴趣 你是不是对这个公司 确实有非常大的motivation 那么你自己本身是不是认可 这个公司的价值观 你跟这个公司的文化 是不是确实是比较匹配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你的技能方面 你的能力方面 你的背景方面 是不是能够胜任他们的技术类的职位 另外就是你对自己做的这个技术类的工作 是不是确实有一定的dedication 你把这个作为自己非常主要的一个职业 然后你能够给他们公司能够带来什么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应该是 你应该主动的去表现给这一方的内容 那么当你是跟他聊的时候 就应该以一种这个非常积极向上 然后呢以一种非常自信 然后非常积极的愿意接受挑战的这种态度 然后做好对你要聊到这个公司足够多的research 看一下他最近有什么动向啊 有什么疑问他做过什么产品啊 然后包括他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 能够尽量的把你的背景能够跟他们的需求能够给满事上 那这个是应该你在你的career fair上面 你应该怎么样去跟对方去交流 怎么样能够吸引对方的注意 能够让他认为说 OK你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candidate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进小公司和大公司哪个更难一些 哪个发展更好 进小公司要怎么准备 大公司要怎么准备 这个可能是在这个真正投钱率之前 有很多很多方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我在这里也稍微的说一下 首先这个问题可能问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泛 我个人的话可能不太会用大公司和小公司 来对所有的公司来进行分类 这个并不是一个区分不同公司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公司的前景 这个公司的这个类型 他用到什么技术 他在做什么东西 以及他做的东西是不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确实有比较大的帮助 以及这个公司的这个culture文化上面 它是一个更加年轻的公司 还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公司 是吧 它是一个呃比较这个崇尚创新的公司 还是一个相当来说比较老牌的公司等等等等 我可能从这几个角度来分一下这个 这几个不同的公司的类型吧 对 那你在选择公司的时候 其实因为这是其实也是一个case by case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步标也不一样 所以第一步 其实你应该先想清楚或者看清楚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样子 对吧 你是更喜欢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面 接受更强的挑战 你希望能够自己比如说 这个touch的东西更多一些 可以控制的东西更多一些 然后做的东西更加灵活一些 还是说你希望能够在一个非常完善成熟的制度下面 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工艺界的 各个工程能力的基础给达好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你的这个出发点 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小公司它的发展会相当来说比较迅速一些 对那小公司其实也分成好几种 你比如说小公司比较火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长期的一些hot starter 比如说现在做温车的这些小公司 对吧 有这种小公司 他也有这个做的技术相当来说比较一般 然后前景做的产品 前景和做的产品也比较一般的公司等等都有吧 对 所以说你要看清楚你的这个公司的类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那大公司的话 其实更是case by case 因为大公司你可能需要具体的组 你比如说你在谷歌或者是微软工作的话 这个公司里面可能有成千上万个组 组跟组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所以你还是要看你具体做的是什么样的方向 对 你到底对做了 你到底对自己做什么东西 是要有一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你想在哪个方面去发展 但是一般的来讲 这个小公司和大公司的区别 小公司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 因为小公司的人少 是吧 你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小公司 小公司的人数都是比较少的 那他对个人的能力会相当来说要求会更高一些 基本上相当的趋势都是要求 如果说你去了小公司 抓到你之后 你应该马上就应该能够有产出 那这就意味着对于你的个人的经历的积累和背景 要求会更多一些 希望能够在你的简历上看到一些更加前沿的 比较好的技术的这些project或者是经历 那这个在这个方面你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大公司一般注重的是你的整体的素质 你的这个intelligence capability 你的communication的能力 你的基本的CS知识体系 software engineering的知识体系的架构 是否掌握的确实比较扎实是吧 一般情况下大公司会有相当来说比较完善的training 也会有这种专门的比如senior engineer做mentor 我之前也是做我这个intern的mentor 这样的话能够带着你能够更加的 这个以一种更加smooth的形式 能够熟悉这个工业界跟学术上面的区别 对 那么在这个职业生产的初级阶段 这个intern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看个人情况 就是看一下你自己觉得哪种情况会更加符合你自己 你对这个公司 然后包括你要去的这个组 包括这个公司用到的技术各个方面 应该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看一下你是不是确实是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去大公司的话 基本上从学校然后到internet学的转变 现在来说更加smooth一些 你如果去小公司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机遇和risk并存的这么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常见的问题 然后再来看一个 我看到有人在各种场合问公司的人要business card 要到了之后我应该怎么做 有那么多人要到了car pin 我应该怎么样让他特殊注意到我了 其实之前在讲座里面 我应该也是简单的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吧 对吧 要business card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你要明白 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干什么 是你想跟他建立起来一种 长期比较可靠的connection 对吧 那你那你怎么样去建立这种connection 你当然不能拿到business card 你就什么都不做了 你拿到了business card之后 你当然需要去跟对方介绍一下自己 是吧 你要给对方留下一些你自己的谅解 你要把你的这个能力跟对方的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能力跟对方的比如说公司要求匹配的点 你要表达出来 你要先用通过第一步先把对方这个connection 建立起来 然后等到你回去了之后 你当然应该通过business card上面这个信息 你至少应该发一下这个3k letter 然后你至少要请求跟对方keep in touch 是吧 你至少应该这个随时的跟他去update你最近的定况 然后包括你对于他们公司近况的一些理解 或者是了解 或者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 你这样子可能建立起来一个长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connection 这样子别人才能够更好的来这个 由于从一个起点开始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和认可你自己 是吧 那假如说后面有机会的话 你才能真正能够真正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点 然后最后一个第四个问题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应平时可不可以给我一些tips 让我自己能够加分 这个我看到有同学问说 我在参加career thread的时候 我听别人说 你比如说经常看我的手表 能够表示我有自己的时间观念等等等等 这些小的细节 我可能不会给大家这种小的细节的tips 因为我觉得这种小的细节的tips 这个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case by case 这个也完全看 站在你对方的人 他认不认可你的这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经常看手表这个问题 是吧 我不觉得他能够体现出你的时间观念 反而会让别人觉得 你可能并没有在非常专心的做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你不够focus 你现在在跟我聊着天 你还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吧 这本身就是一种 这个比较焦虑的表现 对 所以我不建议你去 如果你不能够灵活运营 或者他并不是你平时的习惯的话 我不建议你去用这些细节 对 从这个大的方面上来讲的话 你在应聘的时候 或者换句话说 你在carefair 跟这个对方的recruiter 或者跟engineer聊天的时候 你需要注重的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能够表现出来 你足够好的这个态度 还有足够好的这个motivation 一定要把你最积极向上的一面表现出来 对 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一定要建立在互相尊重 诚恳的基础上 你要有礼貌 而且能够比较大方的 把自己的各个方面的能力表达出来 你要给对方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image 如果你能够给别人留下这个image 那基本上你就能够这个 你基本上就能够成功了一半了 对 那比如说你见到了一个recruiter的时候 你应该主动的去跟他打招呼 跟他去握手 是吧 主动的介绍一下自己 你要非常诚恳的这个 跟他来这个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然后他跟你说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去听 focus在这个点上 然后需要准确的回答出来他的问题 准确的回答出来 你自己的能力方面 跟他的问题相关的这些点 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对 然后注意一下你自己真正表现出来 一定要表现出来一个非常积极向上 整体上的这么一个态度 这个基本上就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问题 然后讲座内容包括之前提前准备好的问题 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些 现在的话我可以再take几个其他同学 如果有的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zoom上面那个聊天对话框 可以把这个message给我 好吧 然后如果是有些问题的话 我可以再多花几分钟的时间 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 我看到有同学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老师刚刚你提到了人们的建立和新技术 我有几个问题 OK 第一 转专业感觉人们好难建立啊 我周围就是一个学CS 信息来源都是网上量有不起 不像学CS的同学 似乎有很多的学长学姐可以咨询 后面感觉内推比较难 这方面应该怎么去弥补呢 OK 就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学校里面 从上课上来讲 这个可能你不是学CS 但是CS的课程你还是可以参加 对吧 这个认识人的话 你不光要看这个 而且就是你认识人 认识更多的人的话 不光要看你的first level 的connection 你还可以通过first level的connection 再去通过他的second level的connection 然后再去通过他的third level的connection 在上面认识很多比如说学CS的同学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你一旦有这个学CS的同学的话 甚至不是学CS的 你总是能够认识其他的学CS的同学吧 所以这个connection 其实你总是能够建立起来 然后再就是不光是你同一届 你还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你上一届的呀 你的学姐或者是学长是吧 通过他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 然后再次还可以怎么做 就是其实我们都比如说在国内读过大学 然后也在这边上过去 大家应该都知道 同一个学校的人总是愿意互相帮助 我们还是有一个隐形的组织在 所以你再次的话 你可以直接充分的利用一下 比如说你的social network 或者是利用一下你的link in 你在上面直接找一些你的校友 你直接去pink他 这个其实根据我们的经验 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途径其实是非常多的 需要你自己平时多去观察 然后多去explore 最差你可以在link上直接搜网 跟你一个学校有哪些 然后你发一封非常诚恳的message 你希望能够跟他们建立起来联系 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一些帮助 希望传授给你一些经验 这个其实都会有非常高的成功的概率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在这里先说这么几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这位同学抱我们LIFOR的项目班 但是刚开始学算法不到两个月 感觉新技术新潮流感觉完全没有办法 OK这个可能是比较specific的 跟我们课程相关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开始学算法技术不到两个月的话 现在暂时先不用着急 整个的课程的话是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还是需要先把自己最重要的fundation打好 这个fundation就包括了所有的基本的算法数据结构 然后包括你的基本的coding能力要有 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个project 对吧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有基本的这种old design 还有一点点c4 design的sense 先把这些东西都搞定 已经比较熟练了 然后后面在project 我们的project课程里面 自然有我们比较思念的老师来带着你们 会把这些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技术 这些信息会传授给你 你有了一个非常好的start pointer之后 你自己可以从这个点去更好的去explore 好吧 所以说现在你主要的任务 可能还是先把基本功能这块 先打的比较扎实一些 OK 第三个问题 算法和项目应该怎么去分配时间呢 是应该算法项目同时进行还是先公算法 真正面试的时候项目会问很多吗 还是重点是算法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项目和算法应该怎么去分配时间 是应该算法和项目同时补 还是先公算法再弥补 然后真正面试的时候 项目方面会问的很多吗 还是重点是算法 我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项目和算法怎么分配时间 是吧 这个在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提到一点 就你在已经把这个 因为算法算是基本 是你的基本功 如果你的算法或者是底端不够的话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完成比较复杂的project 是吧 所以说你至少应该先把这个知识体系的框架 先打的比较好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你再去做比较好的project 对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顺序的关系 然后真正面试的时候项目会问很多吗 这个case by case 然后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简历上面 你简历上面提到的project和内容 在你的面试中是会有比较大的几率会问到的 对 因为这个毕竟是你自己做的东西 那么对于你简历上的所有的project 你应该能够做到的是 能够比较清楚的解释出来 这个project你是怎么做的 你负责了哪部分东西 你用到了什么技术 整个的workflow是什么 以及一些technical decision 为什么用到这个技术 我没有用其他的技术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问题你还是应该能够 比较清楚的回答出来才可以 好吧 OK 行 然后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雨菲这边有问题 明年的Master一一毕业 目前没有找到暑假的实习 想问一下如何规划今天暑假 准备秋早找全职 目前想暑假自己刷题做project OK 对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一点 如果说你要找全职的话 有一个大公司比较replication的公司 intern对于你找全职帮助会比较大 如果你确实没有的话 那么基本上在看你背景 或者看你简历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从其他的方面来弥补这个缺失 对吧 那么其他方面有哪些呢 我刚才点到的有这么几点 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机会 比如说帮老师做一个RA 或者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或者做一个TA 是吧 或者在lab里面干活 这个都可以 或者有一些什么编程的竞赛 你也可以参加 是吧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机会的话 那你自己其实应该多explore一些 你自己应该做一些size project 这个你在上网做一下 或者是看下我们这个project班的内容 找一些现在比较流行比较新的技术 这个都可以 但是这部分的背景你肯定是要填充的 对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你的基本的这个engineering的能力 coding啊 算法啊 然后这个数据结构啊 design啊 这部分内容 你肯定还是到时候在面试考察的重点 那这个你不管是做intern也好 还是做project也好 对吧 或者是你上课也好 whatever 你总是要准备 准备的当然是越充分的越好 对 尽量在秋招之前 能够把自己完全武装起来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面试的话 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 对吧 你在面试里面 你有可能因为一些环境的原因 你可能发挥不出来自己完全的水平 如果你原来有100分的话 你在面试里面 基本上平均起来 能够发挥到80分到90分 这个就非常不错 所以你肯定是准备的越充分越好 照着120分就准备 这肯定是没错的 ok ok安地同学的问题 转专业的同学自学网上 CS61AB Udensity 今天简历里面怎么写呢 忘了education是不提 for the program 这个问题还蛮好的 对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转专业的话 你之前上过的所有的CS的这些课程 其实都是有用的 这个会充实一下你在CS方面的背景 如果你上的课程是Udensity Coursera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课程的话 有这个课程的certificate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写到education里面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满是你的这个education的背景 到对方的这个需求上面 然后你在课程里面做过的这个project 你是应该放到自己的project experience里面 这个是肯定的 好吧 OK 雨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Machine Learning比较激烈 先进一家公司找software engineer 再找机会转Machine Learning组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你想做Machine Learning方面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说你想先找一家公司 先做software engineer的职位 然后再找机会转到Machine Learning组 是这意思吧 取先救果 这个其实也是我推荐的方式 对没错 因为Machine Learning这个方向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职位的话 基本上它确实说实话要求不低 要求其实可能会更高一些 尤其是你做的是Machine Learning之内的话 其实它有两个方面的考察 一个是首先你要先是一个合格的software engineer 第二点是除了software engineer的这个能力之外 你还必须体现出来Machine Learning 这个specific的方向的能力 所以它的要求其实现在是更高一些 对 如果说你确实想做这个方面的 这个方面的工作 但是你现在确实没有太多相关的背景的话 那么你可以先尽量好的充实自己software engineer的能力 然后先去一个大公司 然后在大公司里面基本上都会有比较灵活的 比较好的这种换组的机会 基本上你比如说你去Facebook或者谷歌 换组都是非常容易的 对 而且你在这个大公司里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即使是你在组A 你还是可以去有机会做组B的东西是吧 比如说你去谷歌有20%的project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不同的东西 对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准备的时间 这个稍微拉长一些准备的更加充分 然后再换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这个也不代表说你刚刚毕业 你也没有机会去做摩生意证业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科学的课程 是吧 那这个课程里面也是一个强度非常大 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完整的Data Science 或者是摩生意证基础知识框架 然后也会有这么几个比较大的project 那如果说你能够真正完成整个的课程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都能够达到这个大公司 对于一个entry level的 Masher Learning Engineer 或者Data Scientist的什么一个要求的 OK 然后下一个问题 明年5月毕业什么时候开始找全职 是否同时找明年summer intern OK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介绍一下这几个时间点 好吧 梳理一下稍微梳理一下 如果是明年5月份毕业的话 首先第一点 你是没有办法找明年summer intern 或者说对于大部分大中型公司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找明年summer的intern 所有的大公司或者大中型公司的intern职位 他针对的人群是在校生 注意这一点 对 但是有一些这种中小公司 如果不是有这个东西的限制的话 他可能还会招这种毕业之后的这种intern 但是一般情况下大中型公司 所有的intern职位都是针对在校学生的 5月份毕业的话 其实你应该找的是全职的工作 那么全职工作的时间 基本上应该是从今年的秋天 也就是秋季招聘开始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以及12月份的前半个月 这个是最主要的时间 当然你过了年之后的这个1 2月份也会有一些职位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2018年的下半年和2019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名额 是2018年的下半年初的 所以说你应该把自己的时间点定在9月份 10月份左右 ok 安纪同学还有一个问题 化学PCD期间做的计算方向也是比较新闻的方向 只要做deep learning 但是可能老板不会给时间去intern ok 这种facef的理论吗 甚至有些人对掌工作有帮助吗 当然是有帮助的 这个肯定是有帮助 因为你确实做的是相关的东西 对吧 你虽然做的是化学的PCD 但是你做的是计算的方向 那这个仍然是machining和deep learning 对 你既然是跟这个相关的 那其实你就是跟CS这个领域相关的 而且在CS领域里面一定有跟你做的东西 相对来说比较能够match上的一些方向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帮助的 好吧 ok 与飞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准备谷歌面试实习 资源出了一亩三分地还有哪些 嗯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辩证的来看 准备谷歌实习的面试 资源出了一亩三分地还有哪些 你的资源一亩三分地的意思是说这个面经吗 是吧 嗯 其实我刚才讲的中也一直都在讲 其实不光是面经 你题目只是面这种考察你的一种方式 我真正希望能够看到的是你体现出来 足够扎实的CS和soft engineering方面的 嗯 这个基本的能力和基础的知识体系的架构掌握的程度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你的学习是以这个为目标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还是需要系统的把自己的这个数据结构啊 算法啊先整理一下 把基本的coding的能力先这个提高一下 然后最后这个一亩三分地能够带给你的就是 你可以通过它的这些面积的题目吧 可以更加熟悉一下这个公司面试的一些习惯 还有这个面试的一些流程 OK 然后看到有同学问说 2019年1月毕业 CS的本科学生该怎样做准备 如果你是2019年1月毕业的话也是一样 你要抓住这个实验点嘛 2019年毕业 如果是1月份毕业的话 你找工作的时间 仍然应该是2018年的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这几个月 那这就意味着你要在这几个月之前 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checklist 是吧 首先要把自己的精力先都补充好 简历上要有足够多的内容 积累足够多的这个connection 对 然后在这个之前 你当然需要从这个整体上 把自己的知识体系框架提高起来 所有的这个基本的这个problem solving 能力啊 扣定能力啊 这个都要准备好 然后你才能真正的接受秋招的挑战 对吧 大部分的公司的名额应该是 从8月底开始吧 9月份 10月份 放出来牛怪的这种职位 嗯 OK 嗯 长林这位同学说说下实习时间点 哦 实习的时间点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实习都是summer intern哈 当然也有个别一些公司 他们会有这个秋季 还有春季的一些intern 或者是co-op的机会 但是我就说最主要的吧 summer的intern summer intern时间点 一般情况下是8月5月份到9月份吧 一般是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5月份到8月份或者6月份到9月份 然后真正大部分的公司进行这个summer intern招聘的时间 是summer的上一年的秋天开始 所以如果是明年的summer intern的话 实际上真正这个职位放出来的时间 应该是今年的秋天左右 9月份10月份11月份 然后一直延续到明年的大概2月份3月份 也都会一直有一些机会 所以这个是找实习的时间点 ok 然后 啊 有同学问说 现在在neu 读info 明年5月份毕业 但是现在还有2018年秋季和明年春季有实习co-op的机会 可以延期毕业 想问一下如何把握时间安排实习 或者直接在今年9月份找全职 啊 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有18年秋季和明年春季的实习co-op机会的话 我觉得应该尽量的把握住 对吧 然后再就是今年9月份找全职的话 嗯 这个在我看来并不是毛并不是矛盾 对 就是这件这两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一起来做 对吧 因为你的实习包括co-op在这个结束了之后 那你基本上你在9月份找到全职 也就是大概这个时间点 ok 然后实习的机会的话 我当然会建议你尽量把握住 你的简历上这个如果是有几个比较好的实习的话 提升还有作用确实是相对来说非常大的 对 然后与非识别还有最后最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吧 OK 中国大的互联网公司offer和美国普通互联网公司的offer 非谷歌亚马逊Facebookoffer应该怎么选择 嗯 这个是intern的offer吗 还是还是fulltime的offer 对 嗯 那我就假设这个offer是intern的offer吧 好吧 大的互联网公司offer 举个例子 比如说腾讯或者是百度或者阿里巴巴的offer 对吧 然后普通互联网公司的offer 嗯 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根据我一开始回答那个Q&A的第一个问题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整体上来分析这种问题 就首先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它是不是一个在业界之内确实比较有reputation的公司 对吧 是不是整个全球范围之内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司 而且大家都认可这个公司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看你的intern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去这个公司做一场具体做什么东西 对于你长久或者将来的发展来说 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 可能需要从这么几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你去的是比如说普通的互联网公司 美国这边普通互联网公司 但是你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好的技术 然后你会做一些比较前沿的这种project 比如说做一些跟人工智能 摩世纪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也是你自己的兴趣所在的话 但是如果你去的是中国大的互联网公司 但是你做的是相当来说比较trivial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你你可能应该是会选择 美国这边普通的互联网公司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要从整体上来考虑 然后再就是你对于自己将来的这个职业发展 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预期吧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将来 如果你想要真正留在美国这边的话 那么你有一段在美国这边的这个实习的经历 其实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对 如果说你将来就想这个比如说回国 或者是你想在这个美国待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你就回国 你最终的这个career 你还是想在中国进行 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发展 比较蓬勃的环境下面去进行是吧 那这个时候中国如果说是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 并且做的东西确实跟你想做的东西比较相关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中国大的 比较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offer OK OK行我们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个讲座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比较多的帮助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准备吧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inter 然后包括毕业之后付他们的offer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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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